我们手钢怎么了 有一说一 看完本赛季 陪了夫人又折兵了北京手钢 很多球迷都会在心里问这个问题 手钢怎么了 作为在北京三国大学 手钢马布里时代的老球迷 看到此刻的手钢 大倒我的心里 只有爱惜不信 怒气不争 曾经小光头时代 打磨的铁血防守 没了 之前直调表现一直很不错的莱登 也被莫名其妙的吓了课 现在这个桥里 除了穿的西服比莱登逼体以外 其他的真没看出哪个高领 不过话说回来 就冲你宅小川 方硕这些老队员在屋里带头开会 能把主教练关到门外面这点来说 如今的手钢 我看谁来都没用 你如果随便翻开手钢这赛季的技术统计 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 手钢外线效率最高 技战力最强 三分最靠谱的雷门 场军出手竟然只有6.8次 排在他前面的 分别是33岁的老方 方硕 场军出手9.3次 31岁的宅队宅小川 场军出手9.1次 29岁的厨子张才人 场军出手7次 所以说 年轻的球迷朋友 我都不建议你们看手钢的球 因为看着看着 你会从起初的疑惑 演变到后来的麻木 再发展到最后的迷茫 长林 阮立成 在别的队越打越好 为啥在手钢打不出来 场下坐着的范一鸣 孙雅辉这些潜力小将 为啥就上不上来 那些已经接近养老的 李沐豪 田宇祥 包括这个赛季的孙星瑶 为啥要买它过来 所以最后大导我想说 如果有一天 你读懂了现在的手钢 那你就读懂了 如今的CBA 如果你在引进 乔帅这样的世界名片时 请让他先戴北京手钢 再戴国家队 要么你能始终求活 要么你就起智能而退 好了 我是大导 关注我 关注最玄妙的CBA 我可能会有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